十大被世界禁用的进战武器威力强大 其中一把居然产自中国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十大变态进战武器 全程高能 切勿眨眼 1.手指虎 手指虎起源于古代 在近身肉搏中 手指虎简单又好用 戴上手指虎再挥动拳头 你的拳头就会变得致命也更有力 拳头在手指虎的辅助下拥有强大的杀伤力 不过在很多哥特爱好者眼里 手指虎就是一个酷炫的装饰品 它在世界各国都是被禁用的 除了自由美利坚 2.BC41 二战期间BC41是英国突击队常用的武器 仔细看你会发现 这个武器就是手指虎和匕首的结合 在手指虎的基础上 拥有匕首的BC41杀伤力更强 但凡有敌人靠近 你既能挥出强劲的拳头 也能刺伤一切敌人 既然前面的手指虎都是禁用的 那么它自然也不允许正常人使用 不过在自由美利坚 依然有很多人拥有 3.泰色枪 泰色枪其实就是电修克枪 在20世纪初期的科幻小说中 电修克枪第一次亮相 这种枪是没有子弹的 就是靠发射出带电的飞镖来制服对手 这个飞镖其实就是两个电极 并且带有倒钩 能勾住对方的衣服 然后放出高压电 它的最远射程是7米 就算对方穿着5厘米厚的衣服 也能够将对方电晕 然后轻松制服 在很多地方 泰色枪都是禁用的 4.库尔克弯刀 这种刀也被叫做狗腿刀 是尼泊尔的国刀 在一战二战的时候 几十个国家都大量使用这种刀来杀敌 直到现在在英军的队伍中 还被大量采用 这种刀杀伤力极强 成年男人只用一刀 就能把野猪灰熊砍断 十分恐怖 所以全世界的普通民众 是不允许使用这种刀的 但有一种中国武器 却在美国是严令禁止的 被世界禁用的变态近战武器 4.蝴蝶刀 有蝴蝶刀的地方就有江湖 据说蝴蝶刀起源于菲律宾 但你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蒙骗了 以为他实力弱 蝴蝶刀其实非常强悍 就算是钢板 也能轻易刺穿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蝴蝶刀 拿在手里把玩 喜欢他在指尖旋转的样子 他除了对敌人的杀伤性以外 也很容易误伤拿刀的人 在很多影视作品和游戏中 都有蝴蝶刀的出现 因为他真的很酷 5.双截棍 双截棍在我国古代 就是一种精简实用的奇门兵器 两块木头用铁链连接在一起 虽然其貌不扬 但威力巨大 在炼家的手里 最大能打出700多公斤的力 人体在这种力道下 基本上必死无疑 双截棍被西方国家熟知 是因为李小龙的电影 双截棍就是李小龙的招牌武器 但在枪支合法的自由美力间 双截棍是严令禁止使用的武器 就是因为他伤敌100 很容易自损8000 不会使用双截棍 容易误伤到自己 所以在很多国家 双截棍是非法的 6.手爪 在武侠小说中 手爪也是一种奇迹稀少的奇门武器 凶狠又奇鬼 就像是动物锋利的爪子 像手套一样套在手掌上 使用起来十分困难 但一旦练成 不管是近战还是远攻 都能发挥出致命的威力 手爪也曾是日本人者最青睐的贴纯武器 轻松就能给人致命一击 而很多外国朋友熟知的手爪 其实是来自于金刚狼的爪子 看狼书这又长又锋利的爪子 随随便便就能在你身上 给你开上三个口子 这个危险的武器要是随随便便带出去 你就会因为左脚先出门而被逮捕 那么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武器被禁止使用呢 十大变态近战武器被世界禁用 七 中国三菱军刀 这是一款因杀伤力太强 而臭名昭著的冷兵器 跟常见的刀不同 三菱军刀有三个螺旋刀片 旋转着在末端连接 然后形成了一个尖端 一旦刺入体内 它就会直接在你的身体里 扭出一个大洞 挖破你的内脏 这个大洞是不可缝合的 所以不管刺中哪个部位都必死无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对越反击战中 我国解放军使用三菱军刀作战凶猛 让敌人流血过多 无法医治 导致越军害怕不已 从此对三菱军刀弹之色变 所以现在三菱军刀被世界很多国家禁用 也有人说它不是被禁用 而是被弃用 虽然刺入人体杀伤性十足 但功能太过单一 所以才渐渐被淘汰了 八 科伦比爪刀 爪刀是加拿大联合特遣部队的专用军刀 后来因为极强的杀伤力和酷炫的外形 被世界各国知晓 爪刀最致命的就是这个锋利的钩子 它不像其他刀一样是直刺 而是可以手指灵活的转动爪刀 然后使出各种招式 让人防不胜防 爪刀攻击的主要方式就是削砍和钩 一旦被它钩住 那就是致命的 在很多游戏中 经常会出现爪刀这种武器 所以在很多国家 爪刀都是禁止普通人拥有的 9.弹道刀 从外表来看 弹道刀跟普通的刀没啥区别 但其实它的手柄是空心的 内部装有弹簧装置 或者点燃气体的燃料 只要按下刀柄上的按键 前端的刀就会像剑一样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的力道十分凶猛 能轻松穿透人体 所以它既能近战也能射击 可是因为这种刀很廉价 普通人太容易得手了 杀伤力还这么强 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拿来干坏事 所以弹道刀在全世界都是禁止的 就连美国都将弹道刀列为非法刀具 你还知道哪些被禁用的武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讨论